本来呢 这期视频是要在周一发的 因为其实明天还有一条 我们精心筹备的特别作品 结果因为别的up主 又又又又又又又现格了 我们又又又又又撞车了 于是乎我们用肝发电 即早发出了这一期 不过温馨骑士 明早8点58 精心筹备 欧馨力学 一定要看 我楼君 楼君奶奶 刷热剧 今天我们要讲一部开播时 让我懵逼我操 王子变青蛙竟然被翻拍了 还他妈已经播了 看了之后我更加懵逼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形容 看绝世的心情 那就是 就像是一场梦 醒了还是很感动 他就是由行妃金泽主演的 忘记你记得爱情 忘记你记得爱情翻拍 自05年台湾经典偶像剧 王子变青蛙 因为这部剧 大家记住了那个出场次代BGM 霸总中的霸总 善君靠 作为经典台王 内地早在9年前就进行了翻拍 由唐烟丘泽 其为徐正希主演的 爱情睡傻了 从极具文艺复兴的造型和剧情 和长得不要钱的配乐 单全能深深地感受到 导演你一定是阶级的粉丝 所以王子变青蛙宇宙世界IP的第三部 忘记你记得爱情就更牛逼了 他甚至把爱情睡醒了 衬托成了经典plus 故事还是一模一样的剧情 同样的森薇尔 同样的关美渔村 同样是搬东西 同样的人工呼吸 同样的剪刀戒指 同样的车祸 实意 同样王子救草 同样的日久深情 可能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叶紫瑜 变成了叶千瑜 单君浩变成了单君浩 范芸汐变成了范芸医 许子谦变成了许子谦 张明涵变成了张明汉 原版的女儿范芸汐 变成了新的女医的妈妈 老版的许子谦分裂出了两个人物 多了一个和单君浩 抢妹子的文艺男儿太初 以及单君浩失意后从刀 变成了同浩 原来我叫同浩啊 然而和原版对比 就像是这个买家秀 对比卖家秀的角色名一样 比如善君浩是霸总本总 霸气侧漏 举手投赌间都是 我高鬼是你不配 而善君浩更像是来推销套餐的 白马会所投牌 善君浩来给天鱼就像是从容自信 酷里斯特 我好希望有一个王子来救我 而善君浩 像是过来街客的专车司机 滴滴代价为您服务 人蒙狗样的时候也就算了 试了以后那直接是一脸村口的二愣子 踏实实意不是试质啊 为什么看人都是只愣愣地看 范云一和老板相比也差了一点 感觉不如金智妈妈换件衣服亲子上 性的张明汉变fashion了 但并没有原版有邪魅有记忆题 最后我很想吐槽就是这部剧的BGM 真的实在是太好睡了 剧情本来就是在照办 在那催眠的BGM下 这只看得我时常想打盹 所以既然翻拍了 为什么不顺手把BGM也给搬过来算了 忘记你记得爱情 作为一部典型的国产翻拍剧 暴露了诸多国产剧翻拍的通病 主线照办 世界魔改 人设添油加醋 剧方请来老板女儿厨艺 暗戳戳地玩谐音梗 但又改了剧名 只字不提这是翻拍 想借原版东风 可又搞点有的没的创新 想摆脱翻拍的帽子 还不舍不得原版的流量 这样能拍好了才有鬼类 可能会有观众纠结于这部剧 和王子变青蛙比拍的怎么样 但这样的剧 真的没必要翻拍好不好 哪怕王子变青蛙再经典 作为一部15年前的台偶剧 它的剧情还能共情于这个时代吗 如今只要去网上 随手一查 从金庸 穷瑶到欧美日韩 从经典老剧到当下热剧 但凡你能叫得出名字的经典IP 基本都是正在翻拍 或者是在即将翻拍的路上 虽然经典IP自带流量和话题 自带好的剧本和审查罢了 但是剧方你们能不能清醒一点 不是所有的IP都适合翻拍的 像是金庸古龙的武侠剧 因为故事背景年代较远 加之武侠本身就有脱离现实的元素 我们相对容易接受 故事剧情和价值观 对翻拍的容忍度也相对较高 可即便是这样的题材 这几年也几乎都全部翻车 没有几个人是真的想要呈现 我们心中的武侠世界 基本都只是想要蹭个热度就走 更不用听那些具有时代特性的现代剧 即使用心去拍 这样的题材真的符合这个时代吗 真的会让人产生过敏吗 如果真的想去拍 为什么不自己去写一部 许多的言情IP之所以让我们念念不忘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童年滤镜的加成 实在是太强大了 但是如果放到2020年来看 那位有的就 比如04年的台偶 天国的假日 以前看 啊 她爱情好单纯好勇敢哦 现在 又比如公主小妹 以前看 啊 这也太浪漫了吧 现在 不会吧 这么吵 这时候下雨 那要不要进去冰一下雨啊 没关系 干嘛避雨 这么多好事 不知多浪费啊 也对 谁说不能再大雨走 去大餐啊 还有许多我们小时候看的要死要活的偶像剧 这已经不是当下这个时代会羡慕的爱情了 观众自然不会只因为情怀税就买仗了 我还看到竟然有人要翻拍红苹果乐园 Oh my god amazing 我的天啊 你们知道这部剧有多羞耻吗 你们这群魔鬼 所以 总的来说 忘记你记得爱情 代表了一众即将翻拍出品的偶像剧 没必要翻拍 却强行走竭尽蹭情怀 主线照搬 细节魔改 人设添油加醋 剧情发展和设定又十分机有 最后整成了个四股像 当然 如果实在要翻拍 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敏捷迭代 知道什么剧是符合当下去拍的 并不是什么剧都符合国内文化 或者适合现在去翻拍 尤其是当年盛行的马利索武相剧 现在谁好看马利索智杖女主啊 需要合理的改编 让作品本身符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才可以 当然能不翻拍就真的不要翻拍了 而且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 从小看到大的杰克苏玛丽苏 我们真的已经看腻了 编剧就不能自己好好写故事嘛 自己做的热饭 难道不比炒冷饭更香吗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